趁着庆余年二即将播出 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 第一季所挖的那些大坑 第一个 影子的身份 影子平日里总是一副玄铁面具 一身黑衣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很是神秘 她的公开身份是 检察院六处的主办 陈平平的贴身护卫 对于影子的描述 主要来自王启年的介绍 虽说检察院六处负责案上 但是院内公认 也是最可怕的刺客 便是这位影子大人 她常年跟随院长走着 但是没有人见过她的羡慕 也没人知道 她的性命 所以说 那有可能是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人 正是 可能除了陈平平之外 只有费界才见过她的庐山真面目 影子 这么些年 没人看见 有的到底找什么模样 是你 此话一出 就证明了费界是见过影子真实面貌的 只是此前他并不知道那人就是影子 这是第一季中挖下的第一大坑 在原著中 影子出身东夷成 是大宗师四顾剑的弟弟 影子就是影子自己 未非大家猜测中的那些熟悉面孔 第二个 严冰云是否是萧恩的孙子 萧恩在临死之际 不仅告诉了范贤神庙的所在 叶青梅的故事 以及苦和为何要保守这个秘密的原因 还告诉范贤 他通过陈平平经年累月吐露的信息 推测出范贤就是自己的孙子 范贤自然知道实情 但他回去与严冰云一番对话后 却按戳戳地发现 也许严冰云便是萧恩真正的孙子 其实在原著中 萧恩的儿子没有生育能力 并没有留下子嗣 更狗血的还在后头 严冰云的一生 不仅对北齐恨之入骨 始终将庆国利益放在第一位 最后还成为了监察院的院长 不知道他得知自己的身世后 又该如何自处 第三个 严冰云为什么要刺死范贤 首先要说明的是 原著中并没有范贤被刺这一段 这个桥段是剧版中所作的更改 严冰云对范贤下手 必定是和范贤提前谋划好的计策 猜测是为了保护 被二皇子挟持的那些人质 或者是为了让严冰云 打入二皇子的队伍 还有就是 方便范贤以死人的身份 秘密调查一些事情 第四个 范贤被刺死 王启年和武竹去哪了 王启年的突然消失 也必定是和范贤提前谋划好的 无非两种原因 一是躲在隐秘角落 随时准备施救 另一种可能就是提前去搬救兵了 而武竹还在何苦和周旋 并受了伤 第五个 叶青梅和范贤 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原著中 叶青梅是经历了大兵川七后 从冰冻中醒来的 随后灵魂穿越到了神庙 那个小女孩的身上 与她留给范贤信中的描述 基本一致 而范贤也是灵魂穿越的 她的前世叫范慎 因患重症机无力不治而灵魂穿越 但第一季中 却改成了记忆数据化实验的结果 你不是叶峰醒来的 是个特例 怎么说呢 一个将记忆数据化的实验 你是实验品之一 最后唯一成功的 只有你 是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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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特例